接着继续带你来看到 三战纳谷墙正式启用之后 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洛彦林表示 秀林乡民代表会全力支持 各部落陆续推动的纳谷墙政策 来实现一部落一纳谷墙 历尼前秀林乡民代表会副主席林一郎 前吉美村长金志雄部落齐勞的共同努力之下 三年前并且通过三战部落会议 智商同一权展开建设新建纳谷墙的政策 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洛彦林 则是满怀的感谢 让祖先能够安置到更好的空间 我一个人包含乡长一个人 是没有办法完成今天这样 这么大的一个启用典礼 这当中如乡长所讲的 这么多人的努力才有今天 让我们的祖先回到回家 两年的时间 祖先都在外面 不好意思我现在很感动 我好想流眼泪 当时的努力的状况很多人都不清楚 我首先要感谢我王乡长 他对我们三战的支持 再来感谢我们的前村长 还有我的好姐妹崔兰 还有她是我的先生 也是前副主席 当时我们在努力的状况下 你知道部落整个吵架 真的吵得很凶 可是我跟崔兰两个我们不管 我就是要让大家要通过 三次的会议 历经了一年多 终于在满账的情况下通过了 大家开不开心 开心 那天我在台北 我们在迁移的时候 我人在台北 但是我心一直在这里 我打电给村长 有没有顺利 OK不OK 如果不顺利 看要什么协助 赶快 终于大家都一进来了 那都民也大家给我说 谢谢我 我说都民 不要谢谢我 这是我该做的 我在我任内 我做起来了 我没有很了不起 因为大家给我力量 祖林给我力量 谢谢大家 掌声鼓励 现在谢谢我们的主席 休文下面代表会主席 路易宁表是 休文下面目的不足情况 已经省事有 连公所并且推动 纳鼓墙的政策 让主席可以安示到 最美好的环境 休文下面代表会主席 路易宁则是表示 他会率领着 全体代表们 全力支持这项政策 也成为全线的 示范最佳的公募 记得喜欢小伙道